喜欢大自然风景的画家刘慕林 擅长利用水产渲染 画出一幅幅栩栩栩如生 又充满浪漫比调的山川风景 以及人文建筑 举办过无数次歌展的刘慕林 最近回到家乡 在新竹市文化局举办大自然之美 刘慕林水彩歌展 展出将近60幅的画作 希望分享给新竹市爱好水彩美术的观众 这次要展主要是我四年前在那边展过 我那时候是新船展 四年后我就2016年 我在国父纪念园展 展完以后 我卖了一笔画费用 我拨了四万 到日本去玩 到东京去写生 然后还有到花东 还有台湾的各地景点 包括日月坛 淡水 嘉义 等等 所以都以大自然取材为主 所以就准备这次题材 就大自然之美 展了58幅画 刚好去年满65岁 今年满66岁 所以六六大顺 来为自己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展示 在开幕展仪式上 刘慕林特别小露一手 直接在全场观众前面做画 只见他一下子调整画布 一下忙着调整色彩 接着再开始大笔快速进行创作 速度之快 令观众仿佛看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刘慕林的画作融合东方水墨思维 加上西方水彩技巧 东西合并的画风 让他的作品独树一格 刘慕林老师的水彩技法 它其实是结合一种东方的水墨韵味 跟西方的煤彩 那这个水彩渲染的技法 它需要就是保持着纸张的湿润 那用水彩 用水分的熨染效果和融合的方式 才有办法创作出这种渲染的技法 那就是带有一种东方的水墨韵味 然后又有西方的煤彩在里面 这次的各展是刘慕林走访台湾各处所留下来的作品 包括台东、日月潭、阿里山等知名景点 还有他自己家乡的人文建筑 都在这次的作品之中 而展览日期从即日起展到6月17号 欢迎喜欢刘老师作品的民众前往欣赏 感受水彩画作浓浓的大自然明媚风光 凯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